Hello 大家 歡迎來到 Hi-Fi 發燒台 原來上一年是貝多芬 250 週年誕辰 所以很多唱片公司都推出很多新錄音 是有關於貝多芬的 我上一年聽的貝多芬音樂都比往年多 原來除了唱片公司之外 也有一間喇叭廠 也是為了一個特別日子推出一對更新版的喇叭 就是我身邊這對 來自奧地利的 Rihanna Acoustics 這個模特兒叫做 Beethoven Concert Grand Reference 這個喇叭在我的試音室都唱了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想知道喇叭的表現如何 那就不要走開,繼續看下去 在未跟大家分享這對 Beatlefond Concert Grand Reference 喇叭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Vienna Acoustics 創辦人兼設計師 Peter Genslerus Peter他是奧地利人 他自小受母親影響 所以喜歡古典音樂 他經常在家一套音響組合 聽不同作曲家的作品 在中學畢業旅行 他有機會去到維也納金色大廳 聽了一場現場音樂會 之後他回到家 在自己一套音響組合 聽一些古典音樂 他發覺那種音效感和金色大廳很不同 就是這一次體會 令他對音樂廳的音效感產生興趣 之後他去了維也納大學 攻讀音響工程和哲學 以及研究喇叭設計 最終他在1989年成立Riena Acoustic 主要是研發和製作喇叭 以及他的目的都是想做出喇叭聲音 能夠接近音樂廳的音效感和感覺 Peter他研發喇叭 用了一種逆向工程的方法 他研究每一個音樂廳 有什麼地方可以令人感動 找出原因 之後在設計喇叭的時候 就在每一個部分都進行認證 目的就想找出每一個關鍵位 可以令人產生感動的聲音 然後將這些關鍵位整合而成 可以做出喇叭 就可以刻畫出每個細節 亦都可以播放出一種音樂廳一種現場的感覺 不知道說這些喇叭設計概念 大家會不會覺得悶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為何怕大家悶都說這些喇叭設計概念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能夠知道 這個喇叭設計師的背景 以及廠房設計的概念 我覺得如果你的聲音 你念同他們的概念是相近 那你找到器材的機會就會大大提升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出去試音的時候 因為很多外在因素都會影響我們的聽感 如果知道喇叭設計概念和大家相近 那你找到喇叭的機會都會大很多 好像今次我講這對Vienna Goods 其實大家知道背景之後 如果你喜歡聽古典音樂 以及喜歡聽現場演奏 我覺得適合你的機會就會大大提升 講到這對喇叭適合聽古典音樂 當然播放古典音樂給大家聽 這張CD其實就是名琴CD 為何說名琴呢 它有小提琴和名琴 不單是小提琴 其實鋼琴也是名琴 這兩個琴一起去演奏 大家不要看這個封面好像沒什麼特別 其實裡面的音樂都相當之好聽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去播這個古典音樂 看看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對Bedalfin喇叭 這個是一對三路五單元低音反射式設計的座地喇叭 採用了一種高挑的設計 看看闊度基本上和喇叭低音單元差不多闊 很適合香港家居擺放 它用的單元高音特別和Scan Pit訂製的28mm絲膜高音 中音就是一個6吋平面震膜的中音 低音同樣都是平面震膜 就是7吋 用了三隻 這個平面震膜是廠方自家設計的 它的名稱叫做Fat X4P Spider Cone 這個單元花了五年時間設計 今次更新這對Bedalfin最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單元 所以更新了這個全新版 廠方提到研發這個平面震膜 都要克服很多困難才可以完成 這個平面震膜是玻璃纖維 在注索冷卻的時候 裡面的纖維都有不同的方向 原來不同的方向都會影響到聲音 最後廠方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 去驗整的纖維方向 最後發覺原來注索入口 是影響纖維方向的關鍵 這些技術都是廠方自家 是完全沒有仿效別人的 而且這個平面震膜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發聲點都是同一個表面 變成上位更加準確 相比起傳統的圓錐型單元 始終喇叭的中間位和外邊的位置 都有30-40mm的前流差距 這個也有機會產生這個時間上位不同 所以這個震膜就有這個好處 但同樣它也有不好處 就是它的剛性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廠方就研發一種叫做勒骨結構 所以這個單元叫做巴德空 大家細心看一看中音單元 會看到這裡橫有些橫膜 其實這就是它的辣骨結構 這個X4P的單元 最初中間部分和旁邊都是同一個平面 之後發覺中間用不同物料 都會有不同的聲音效果 經過很多時間的不斷嘗試 最後就做到好像今天這個形狀 就是中間半球形凹入的形狀 其實這個是一個布置的物料 背後就塗了兩層塗層 這個目的可以令到聲音 和這個絲膜高音更加連貫 聽了這雙喇叭 我覺得它不會有很重的音色 特別播一些鋁聲 它不會令到鋁聲特別播得很甜的感覺 只要錄音是甜它就播得甜 好像我手上這張Venus的出品 Nickel Pyro最新唱一些70年代的金曲 這張碟我覺得這把鋁聲錄得很細緻 而且它不會播出來 播到人聲很誇張 遮住後面的背景音樂 後面的伴奏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就選了第三首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給大家聽一聽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今次試聽這對Bedophant 是江面的鋼琴伯 廠方另外有鋼琴黑 還有櫻桃木 還有紅木 紅木的價錢比較貴 這個喇叭的規格和價錢 可以參考一下下面的說明額 這對喇叭摸上去相當滑正 而且手工相當精細 真的有歐洲傢俗的水準 而且整個聲箱都很紮實 這方面我相信播放低頻也有幫助 另外前障板用了紮身的設計 還有邊位全部都是收緣的 這樣做法令到妖射影響更低 然後更加有離傷感 和大家看看這個喇叭背後 它有兩個出氣口 這個喇叭接線柱是SINGLEI的設計 以及看來這個可能是自家設計的喇叭接線柱 收到的喇叭叉都收得很緊 中間這個Label 這裡面提到這個喇叭的模特 以及提到這個喇叭完全是維也納製作的 以及提到左抗是4噸 建議抗音機的輸出是50至300噸 這個喇叭部分相信就是分音器 分音器全部都用來選手貨 電阻和電容的誤差是1% 電感更加低 0.7%的誤差 分頻點是2.8kHz和180Hz 這個喇叭最大一個改善技方 比起之前的版本 就是這個喇叭的腳座 這個腳座比以前重了很多 以及感覺上都紮實很多 以及基本上 樓以上已經可以調校到水平高低 以及很容易可以收緊 這個我覺得比以前很大的進步 我以前去家房都聽過很多不同款式的Vienna Acoustics 喇叭 好像這對貝多芬的前身我都有聽過 當時聽Vienna Acoustics 喇叭的感覺 它播出古典真的很好聽 它好有一種古典的韻味 令我好有深刻的印象 不過當它播出其他種類的音樂 你總是覺得不太到位 沒有那麼出色的感覺 不過今次聽這對喇叭 我覺得它播出古典的音樂 確實是一流的 但播出其他音樂 我覺得比以前出色很多 今次給我的感覺 這對貝多芬的聲音 是很中性的感覺 我看到一個Peter的訪問 我知道原來他們設計的喇叭 不單是用數據研究去設計 還會花很長時間實際去聆聽試聽 還有我看到Peter有些試音碟 不單是有古典音樂 還有著事、流行、人聲 還有一些發燒唱片 都是我們熟悉的唱片 難怪今次聽這對貝多芬的聲音 更加全面 還有我覺得比起以前緣的阿酷式 確實是有進步的 剛才提到Peter的參考試音碟 裡面有三盲鼠的錄音 所以我都選了一張三盲鼠的錄音 來聽聽聽聽這張Blue City 看看效果如何 有了兩盲發音 在不錯,一開始提聽聽聽聽聽 剛剛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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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ä 可能這對喇叭有三個低音單元的關係 雖然單語言的直徑不是很大, 但能量感也相當舊 特別播大牛筋相當度肉, 潛得很深 另外, 鋼琴也播得很有鏘鏘樂意 證明高音單元也能跟得上 這對喇叭難不推呢? 靈敏度有90dB, 左礦有4音, 看來不算太難招呼 我在試音期間, 都試過幾部AIM去推它 有石機和膽機, 石機有Show Look, Office 膽機有Audio Hungry和Audio Note 我發覺膽石也沒問題, 甚至用Audio Note 300B 推它 都可以聽得很好聽, 當然不可以播大爆棚 大爆棚始終用石機好些 我看看Peter的試音碟裡面 原來它都有Terra的碟 所以我都選了這張碟 我選一首Terra錄音給大家聽聽 當然, 播這張大爆棚的碟 我覺得用石機推它就會好些 剛剛聽完一張大動態音樂 這對喇叭給我的感覺相當穩定 而且在音場裡面很隱形消失的感覺 動態對比相當大 另外播放那種音樂 很有音樂廳的感覺 而且播放那種音樂時 即使你開很大聲 也有一種很安定的感覺 令你很放心 可能因為聲傷做得夠紮實 好了, 今次這個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最後都選多一張CD給大家聽聽 為什麼選這張CD呢 因為這張CD都在金色大廳錄音 音樂內容就是白寮士的幻想交韓曲 最後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Hi-Fi發燒台 有你們的訂閱 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有心機繼續拍多些片和大家分享 好了, 下次見 A dubbed 前方 2 Que… 剩下那麼高 1電影 3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